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来为了登革热的防治经费 不仅频频杠上台行政机构 今天还突然拜访了台立法机构 希望大家不分党派为高雄的防疫作战努力 请问李教授 处理疫情还需要韩国瑜这样三番两次大动作吗 难道台湾的蚊子也分蓝绿吗 台湾的蚊子当然不分蓝绿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您说的三番两次大动作 我觉得是有它必要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新闻稿里面特别提到了 他拜访的是高雄民选的九位立法委员 九席立委全是民进党籍 以韩国瑜现在的情况来看 必须要让这样一个责任的分摊呈现出来 让老百姓知道 可能他在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 他有他无法出手的一个地方 有把这个责任说的稍微公平客观一些 民进党不是没责任的 不是全落在他市长一人身上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其实新闻稿里面提到 还去拜访了国民党党团 那为什么去拜访国民党党团 这段时间以来 国民党跟韩国瑜的磨合 好像不如我们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摆低姿态去拜访国民党党团 去给这些立法委员都是他未来支持的力量 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他还去看了王金平 用这个方式去稍微和缓一下两个人目前比较紧张的关系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持续增加他的能见度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个动作对于他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况 会有一些防护的可能 怎么说呢 因为这是登革热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灾害 天然的灾害 蚊虫的灾害 他现在是市长 不管他未来会不会代职参选 外界都会追究 这个曾经是市长 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落跑离开了以后要背负什么责任 我觉得韩国瑜这一次的动作就是表现出 他对这样一个自然灾害 绝不放弃 尽忠职守 努力全力以赴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层面来看 韩国瑜势必要您说的三番两次大动作 来表现他对这个登革热事件的一个主张跟态度